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上集我说到罪盐庄少庄主赵明昕派些庄客 前女罪宝庄打探动静 看看那些人会不会再来惹事生非 不到一个时辰,打探的庄客就快回来品报说 罪宝庄请来的人十有八九都翻车了 赵明昕很谨慎,吩咐庄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翌日早上,庄客又前来品报说 不及格陶野芳和他的儿子陶小芳 以及陆渡河的陆寇回到蔡北 赵明昕一听,这样才放下心头 王朝银本来打算去一趟罪宝庄 从陶小芳的手中夺回老豆的晚直下宝刀 并从中探明老豆的下落 这个时候,听说陶家父子已经不归 就想前往追踪了 赵明昕何玉军炎金刚上前双勸说 哎,兄弟,千万不要老莽 你初来报道人生路不熟 一旦有个什么差池的话 那就得不上失落 如今他们父子都已经负伤 以后又不用担心找不到他们呢 那时再探明王叔伯的下落也未迟日 王朝银点头亲事,也就暂且作罢了 马家店的兄弟马大山、马小山 赴铃图的包平包落 一听陶家父子已经走 也知道不会出什么事情 就告辞返乡 午后,彪司查贡 巴特已前来向何尚真、王兆卿、赵明昕赐行说 盧彪主去张家口押表 前往七台院 叫我们在伴佬燃候他 我们也要走了 说完,就骑马而去 第三日 老义士打上针有时要奔赴太原虎 亦要告辞 赵明昕再三晚留不住 就只好跟王朝银一齐送到村口 依依释别 王朝银也是找他父亲切 想早日起庭 即是因为郭镇村、赵宇登、赵明亮 他们要医伤而不得不要住多几日 过了七日 由于王朝银的悉心照料 郭镇村的伤势已经日渐好转 能够吃点东西 也能够由人扶起身说几句话 赵宇登的脚 由于骨折也开始愈合 那赵明亮的手臂也慢慢能够移动 更加重 王朝银就对赵明昕说 赵兄 他们几位的伤势已经慢慢好转 不用多久就可以康复了 请你按时跟他们敷药吃药就可以了 因为娘亲的触拖 我不能在这里再多逗留 我也要告辞了 那这个时候 何欲均炎金刚也要上落 赵明昕晚临着 赵明昕晚临着 命中额牵来的三匹马 其中两匹是何欲均炎金刚的座骑 另外一匹是他送给王朝银的 这匹马过头不高 全身雪白 好像宽隆一样 马身上已经备好那些马鞍 那已经绑好了那些尸姜 干桥上面还挂着一壶水和干凉袋 赵明昕就对王朝银说 言底 你的马在九泉里的山间已经踏死了 这匹马就送给你的 从这里到草原路途遥远 你又人生路不熟 千万要小心谨慎 以后路过弊庄 一定要进来找我坐下 知道没有 王朝银很感激地说 请朝银你放心 我会照顾自己的了 这几日来 你代我好像上彬一样好饮好食 而且实在对你多方打架 如今又赠我坐下 真不知怎样报答你 我一有机会 一定会来拜后照顾你的 赵明昕就说 言底 何出此言 你为我的父亲和明亮医治的伤已经尽心尽力 我还真的不知怎样感谢你之下而来 你这么说就真是见爱了 炎金刚何玉军插口说 自家兄弟 你应相助 不用那么吓你 说完三个人收拾情当 带好兵印 便前来向郭镇村赵宇登赵明亮告别 然后由赵明昕大令庄下送出村外 祝你们一路顺风啊 好 多谢了 赵兄 你请回啦 他日相见后会有期 那王正三人告别了赵明昕 打马就沿着大路前行 不一会就已经来到一个三叉路口 呜 三个人分别勒住马 跳了下来 炎金刚就对王赵兄说 赵兄兄弟 我们就要分手了 那 向西北的那条路 就是去千里草原 向南行的这条路就是去大同虎 大哥何玉军 也要赶奔大同虎 和我是一条路了 你就自己要打蛋跑了 你到了草原 有什么危难的事情 就托人和我们捎风顺利 我们一定会尽力帮助的 就算是转兵取火 压杀求鱼 为朋友两立塔都 也在所不辞 何玉军也说 原底 如果你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即管告诉我们 俗语说 能狼难敌众犬 好手难打商拳 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王朝燕 听到两位这些废虎之言 甚至十分感动 他说 两位大哥 多谢你们的关心 虽然我们相对 还未够十日 但是我们的友谊 就好像白云一样 那么深 小弟很佩服你们的为人 青山不改 陆水上流 我们必定会再见面 请两位大哥保重 王朝燕真的觉得 有点相见很慢 他跟着又说 我好不想和你们分开 现在心里头 真的好像不知差点什么 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王朝燕的眼泪水都混了 然后闲金光一看他就说 嘿嘿嘿兄弟 从远都说 越有阴晴圆圈 人有悲欢尼陷 这是世之常情的事 我们乃堂堂出车难义 而且又是怜武之人 扁到你这么多婆婆 麻麻面面前前的事 快点起床 何玉坤就说 兄弟 你这趟去蔡北 一路上人见稀少 土地荒粮 而且还要穿过沙漠 过幽灵 又有强人出没 你要培加小心才是 最好就结本同行 于是谨慎 慢慢不可妄撞 王朝燕就说 两位大哥说得很对 小弟一路小心行事就是 而闫金光就说 兄弟 那我们就放心了 我这趟来龙城镇 真是不枉此行 能够结识众位英雄 真是甘胜之行 好了 现在 我们各不前前来日方场 后会有期 三人十声上马 三人十声上马 但是哪个 都没动一条尸僵 闫金光一看 闫金光一看 自己不下车 一定不行 不然他说哪个都不想走 即是闫金光用左脚 追着何玉坤的马屁股 猛烟 猛烈到一脚 那只马尸僵一声 就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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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才吹马 向西北那条岔路而行 那匹马 很好的脚力 不用多久 已经跑了一百多里路程 突然间前面 闪出了一条村庄 这条村不是很大 多数都是石基土坑 大路就从一条村的中间穿过 王兆兄打马入村 当他经过村西口的时候突然 发现有几十个人围在堆屋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人在那儿交头折耳 议论纷纷 王兆兄向那里看过去 见路北右跟客棧 大梅的上边挂着一块横扁 那块扁的颜色虽然年久已经掉色 但是这些字还很清楚看得到 上面写着何家老店四个字 那这间店的两边 院场上用白粉抹着车车那么大的圆圈 左边的圈里头就写着车马大点 右边的大圈里头就写着茶水方便 门口两边各有五棵柳树 这些柳树 每一棵都大概有碗口这么粗细 王兆兄翻身落马 牵着马疆绳走人群之中 他听到里头有人叫朱 你这个无害人的 这些我本身都同意你拨过 接着又传你扎马 你这些人的话 你这些人的话 给你面子 看来真的你二叔公调的 你贤命长点了 华阴未来就见一阵并不笨 拳打脚席的师娘 一阵又传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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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脚席位 哎呀 哎呀 他还想打脚席的 声音很凄是令人心寒 再说王兆兄把马蟠在路边的一棵渦树上 逼入人群之中 见当中有三个人 其中有两个站住 这两个人生得很相似 好像是妈生兄弟一样 大概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度 身材很瘦削 圆口圆面 但是细眉细眼 蒜头鼻就薄嘴成羊背酥 千拍照头 伸穿千愁大狂 脚穿造虚白物 这两个人横眉露目 恶此能登 在地上围着一个人 只见这个人全面都是鲜血 站起来就是他有六尺多高度 这个人身子都很壮实 伸穿紫色的长布清丑虎 扎着黄绸腰带 脚穿着一双公咬的牛皮做虚 咬就是虚筒的意思 各自口面 避震口方 无流胡桑 他两个人生得很慈善 不像是个雕徒 王朝英他心想 肯定这个人受到什么委屈 他走上前 拍到这个人的肩膀 很同情地问 这位大哥 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站起身说话 这个人慢慢站起身 打量着黄朝英 他并没有开车 整眼泪水 黄朝英就问了 你做什么事 为什么在这里要拼命呢 难道是他们欺负你 你将实情告诉我 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那个人仇用满面 带着绝望的口吻 我说 兄弟 你走你的老板 这些事你不要问了 把谁都管不了 黄朝英 是一个热心墙的人 好大不平 他继续问下去 你问大哥 你不用害怕的 你尽管说出来 有什么怨恨我和你做主 你是欠人家的钱 因为是他们欺负于你 抢走了你的钱财 你先说一说 若然我真的是管不了的话 我走我的路 你尽管和他们拼命 你看怎么样 这个人好猶豫地 望着黄朝英一阵 于是就将事情的缘屈 从头到尾说了出来 是这样 原来这个人叫做艺民忠 是硬门关代院人士 我老爸是一个皮毛匠 十二岁的时候 因为家境贫寒 跟随父亲去草原 做皮毛生意 来找食 谁知道到十五岁那年 他老爸不幸病死俗 当时有一位老牧民 叫做林保 身边无妻无儿 见到艺民忠年幼可怜 就收了他做儿子 从此之后 两个人就相依为名 以木马为生 就是艺民忠 始终都很挂着自己的娘 每年都托付商人 或者标限 带些银两回家 很接济他娘 老人家 前一个月 家母突然托人 带了封信来说 他病情病得很重 叫他触犯门庆 艺民忠心急愚愤愚愤 归心此诫 别左林布鲁瓦巴 就借到银两作盆穿 损了一匹好马 日夜剑情 就直不眼门关了 昨天忘婚之后 艺民忠就来到了 这个田家仪子 就在这间 路客棧到落脚 他将那匹马就教了给伙计来照顾 由于安马劳顿 一早就睡觉了 第二早起床 吃完了早饭 就要起程了 那么魏文忠来到马鹏拉马 怎么知道那匹马就不知道去哪了 没办法 于是就去找掌柜问名原因 到底那匹马去了哪 魏文忠讲到这里 用水秒钟秒前面 站着那两个人 他继续说 他们两个就是店长柜 一个就叫做何贵人 一个就叫做何贵乙 他们根本都不讲道理 说什么这里地方边逼 时时都有贼人出没 我们管住客棧 其他东西什么都管不了 不见到麦更加不关我们事 就是怪你自己探训 我一想 哎呀算了 反正我袋里头还有些银两 就问店里头有没有马买 我想买一匹马 他们说 又是你想买吗 我们有三匹宝马 一匹就叫做金钱白龙驱 一匹就叫做烟枝赤鱼马 还有一匹就叫做追风墨云驱 不知道你喜欢买片匹呢 艺民中说到这里 用手指向店门东面的柳树 他继续说 那就是个三匹马 王赵兄举目望过去 不由心里头一惊 哇 真是天下难寻的好马 匹匹的身材高大 四腿细长 全身刚刚亮亮 不是岸头台堤 西名咆哮 有腾空价慕欲非之状 王赵兄不解地问 这三匹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艺民中又说 当时我问他们 这三匹马买不买 我想买一匹 他们说买 看哪匹就买哪匹 五十两银只一匹 不过这些都是烈性马 搭伤搭死他们都不负责 我一想 自从我老爸过身之后 我在马背上生活了十六年长 什么烈性的马 我没见过 我就很爽快地 骂到那匹追风墨云区 我避好了马案 就急着上路 怎么知我一出到村口 那只马 就不知怎样了 我叫他走他就停 叫他停 他就反而跑上来 乱蹦乱跳 乱踢乱蹲 一会儿就兜血 一会儿就转弯 我突然坐不稳 就踏了下来 踏得我死死下 幸好我有多年骑马的经验 不是的话 真的打得我整个变痴病了 我站在身上一看 那匹马 已经快快跑回入村 我跟着追回入村 看到那匹马依然被绑在店门口的那棵树上 马我已经射了下来 我就趕快去找那两个掌柜要马 哎 他们竟然打话来说 马不跟你 我们都没办法的 能骑走就是你的 骑走自然还是归回我们 他跑回来 你再买个第二笔 说到这里 他就越发现得气氛 他对王子显继续说 你位兄弟你说 哪里有道理 分明是有心骑骗我的钱财 我问他拿回钱 他们不仅不给钱 还打得我头发圈流 我知道跟他们没道理好说 你知道他们拼命 要你帮你走 别管那么多 你免得夜魔尚真 受他们欺凌 你走吧 小兄弟 王子显听完了艺义文中的讲述 戏到三拍呼声暴跳 五云豪气腾空 他瞅着那两个店主一眼 见他们两只手招在胸 有个呢 就两只手插着腰 轻滅地笑着 并没有将王子显放在眼内 好像在那里说 他告诉你又怎么样 马银子照样是我们的 翠鱼 王子显心里就暗自想 这两个小孩分明开了一间黑店 毅民中的马肯定是被他们偷走了 他们教好那三笔话 无论是谁买了哪一笔 都很难轻易骑得走 他们利用这种悲劣的手段 骗取前台实属恶徒之类 王赵兄真是想走过去三拳两步 砌低他们 替那个受害者出一口味 并要他们向魏民中道歉 还分那笔马给他 只要王赵兄再转念一想 炎金刚何欲均两位盟兄 在分手的时候 千钉足万吩咐我 叫我御士千奇不要急躁 各样东西都要谨慎小心 好了好了 我还是小心对付才好 于是王赵兄按住把火 他说 哦 原来是这样回事 你不用急 这样 在路南边 绑在那波渝柱上边 那笔白马是我的 你就拿去骑 魏民中一听 深林这里真的遇到好人 但是素妹生病 又怎么要人家的马呢 你不要推测 不行不行 你出门在外 也不能够没有坐骑的嘛 王赵兄怕他继续推托 就专门骗他话了 哦 你不用担心 我的左近有亲戚的 借他十匹八匹马好意而已 你骑着我的马走 看娘亲的病要紧了 那些围观的人也相怨话 这位姓魏的人兄 不要这么固执了 既然英雄真心实意 来帮你了 你就答应下来啦 快点回家去看你娘亲 俗语讲山不转路转 日后相逢 再报答人家就是了 魏民中还想拒绝 但是咬不过王赵兄 和众人再三说服 就只好跪拜话 多谢这位仁兄救命之人 请受在下一拜 果园 扣扣扣扣扣了三个响头 王赵兄双手将他扶起 就说 区区小事 不值一提 快点上马 快点上马回去看娘亲 王赵兄分开众人说 大家不过借名 不过借名 等他过啦 于是两个人走出人群 就来到路南的渔士边 王赵兄将马的丝疆解了下来 交了给魏民中 同时 从我兜囊之中 拿了十两银子出来说 来 魏大哥 这里的银子不多 真是等你见少了 你拿去和你母亲医病了 魏民中十分感动 以泪盈汉地说 郭兄弟 你已经赠到匹马给我 我已经很惭愧了 我都不知道 怎么报答你 你现在又送银子给我 我实在慢慢收不得 王赵兄就说 什么说话 我又位盟兄 给了我一百两银子这么多 一路上 我都用不到 但在他身上又聚着 送一些给你 算得什么 我们现在就 新交的朋友 你不要推迟了 何况一个人出门在外 怎么知道将来 谁帮谁 以后 可能我有事都不顶 或者会求到老哥你 各位 这个魏民中 日后 在王赵兄 出草原 过大幕 夜探陶架庄的时候 这个魏民中 确实 做到王赵兄 一臂之力 这个是以后的故事了 现在等我这个港股佬 暂时才卖个关子 好闲话 提着言归正串 再说魏民中 深思一例就说 这位兄弟 这位兄弟 就真是恕我高攀 请问专宪大面何方人事 常言到受人的水之恩 需以涌全相伯 只要我在世一日 我绝不会忘记 绝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王赵兄弟 王赵兄就说了 魏大哥 君子救人 不求报答 你就不要把这些字放在心里头 我先忘记 王赵兄 是张家好太舍中人事 一是有事 就尽管找我 魏民中就说 王赵兄弟 多谢 真是多谢 魏民中说完 局了一宫 然后板安人登上马 另转头 说了一声 保住啊 就吹马 顺着东南的大道 走出村口而去 王赵兄弟 看着魏民中走远了 他就另转过身来 走到何贵人 何贵二跟前就说 两位剑东 那位魏大哥 家没病重 生死未卜 急着要回归乡里 我于心不忍 以马相证成全了他 想想你们不会怪罪于我吧 不过如今我已经没了马 没办法看情 想从你这里买一匹马 未知可否 各位 王赵兄就已经看出 这两个人的东西了 怎么收拾他们呢 欲知后事而何 听日之说 你听到